亚素钢铁厂为何久攻不下 俄媒揭秘内部构造 没出路的地下监狱 此前英国媒体甚至公布了地下避难所 和复杂隧道的地图 其实它并不像英国媒体报道的那样 神乎其神 它的地下基础设施主要是工业用的管道电缆 还有一些隧道和用于冶炼的锅炉 和任何苏联时期建的工厂一样 亚素钢铁厂拥有带通风的发电机的防空洞 甚至还有地下食堂和淋浴间 该工厂占地面积11平方公里 位于半岛之上 一边领海 另一边则是卡里米乌斯河 它就像一个地下监狱 易于防守却没有出路 海上完全是由俄黑海舰队控制 而陆地上 俄罗斯阵地就守在不远处 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 亚素钢铁厂地下的一些隧道 可供重型装备自由通行 通过完整的地下交通网络 乌军坦克可以在一个区域开火 或迅速藏到地下 之后在另一个区域使出来再次开火 再次开火